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章1到17节 我要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观众朋友 来分享的题目是 当作智慧人 当作智慧人 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 谁如智慧人呢 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 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 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 既指神启示 理当如此 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 不要固执行恶 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 王的话本有权利 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 凡遵守命令的 心不经历祸患 智慧人的心 人辨明时候和定理 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 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 他不知道将来的事 因为将来如何 谁能告诉他呢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骑 这场征战 无人人免 邪恶也不能救那行 好行邪恶的人 这一切我都见过 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 所做的一切事 有时这人管辖那人 令人受害 我见恶人埋葬 归入坟墓 又见行政直适的 离开圣地 在城中被人忘记 这也是虚空 因为断定罪名 不立刻施行 所以事人满心作恶 罪人虽然作恶百次 道享长久的年日 然而我准知道 敬畏神的 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 终久必得福乐 恶人却不得福乐 也不得长久的年日 这年日好像影儿 因他不敬畏神 事上有一件虚空的事 就是义人所遭遇的 反照恶人所行的 又有恶人所遭遇的 反照义人所行的 我说 这也是虚空 我就称赞快乐 原来人在日光之下 莫强如吃喝快乐 因为他在日光之下 神赐他一生的年日 要从劳碌中 时常享受所得的 我专心求智慧 要看世上所做的事 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 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 所做的事 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 都查不出来 就是智慧人 虽想知道 也是查不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朋友 所罗门王一再的强调 人的智慧 如果只是停留在日光之下 是毫无能力面对生命的困境 也解决不了生活中的不公不义 这些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今天21世纪 举凡在大学里 研究所里 博士级的 博士后的研究 那已经是人类历史学问的最高峰了 你今天读到博士 博士后 你已经在把人类的文明往上推 但是就算这样子的学问 就算这样子的知识能力 能够救人的命 也许说医学 医学可以帮人生命的延长 但他如何解决死的问题呢 因为圣经讲到死是罪的结果 人的医学能解决罪的问题 也许说心理学 我们学心理智商 能内在的情绪 伤害 我们透过心理智商 心理治疗 甚至也透过一些药物 来帮助人过快乐的生活 祥可的生活 但是圣经早有了答案 人是罪人 就算再多你的心理智商 心理咨询 你的一些这些作为 如何能够使人避免罪 所带来的死亡呢 人类一切学问的发展 尽在日光之下 人就算飞上了外太空 到了最远的星球 无法解决罪的问题 有时候弟兄姐妹 我们说读圣经 我们读圣经 熟练到一个地步 整本圣经融会贯通 我们会产生神学的领受 我们听到神学 不要太多的 觉得好硬哦 我不会懂的 这是很深的学问 不要那么想 当我们信耶稣了 就是神学的开始 神学就是认识神嘛 神学倒过来讲 动词化 神学就是学神 这叫灵修神学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照着神的形象样式 照着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 生命与祂 有神圣的相遇 重新连结之后 就要可以恢复 活出上帝创造我们的圣洁 公义 慈爱 等等的生命属性 所以神学的第一个定义 学神 第二个定义呢 是使人得救的学问 世界上 刚刚我们讲 日光之下 数学物理 化学 天文学 都是一种学问 这些学问 可以满足人 理性的期待 心理的慰藉 但是这些学问 使人得救吗 没有 只有神学 是使人得救的学问 我们也要知道 今天现代的 所有的学问信统 它的根本的 众学问字幕 是神学 科学是从神学 这样分下来的 自然科学 是从神学里面 分下来的 众学问字幕 一切的学问 回到它的源头 就是上帝的创造 今天的大学 最古老的大学 早年 就是像修道乐一样 它的校训 大部分都是 要敬畏耶和华 等等的这些校训 所罗门在日光之下 我要讲 它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学问的发展 今天到了21世纪 人类的文明 真的是一日千里 就在空气当中 有多少的知识 在传递啊 但是 可以让我们生活方便 让我们生活有了舒适性 但是 不能解决 生命的问题 所以 所罗门 直接就说了 日光之下无心事 过去发生的 现在仍旧发生 人的能力 无法解决生命当中的 那个困境 无法解决生命里面的 不公不义 这些都是虚空 所罗门从神那里 得到了光照 所以他成为智慧的王 他说什么呢 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 要人在乎的是在 日光之上的真智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得救了吗 你信耶稣了吗 我们已经在日光之上了 也许你会觉得 我刚刚信耶稣没多久 圣经我都没有读过 好好读过一遍 甚至马太福音都还没读完 但是 得救跟圣经的装备 是当然有关系 但是我要说 得救是在先的 得救之后 你才会好好的 从神的角度眼光 来看圣经 基督就内住了 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中了 那叫日光之上 在日光之下 所罗门的描述真的好 他没有到日光之上看过 古代没有飞机嘛 但是我们今天 基本上我们 有这样一个 好像 这个21世纪的一个 科技的方便 人会坐飞机 飞机都几乎在日光之上 在云彩之上 也许在云层之下 打雷 闪电 刮风 下雨 飞机在下面飞 怎么飞 是很危险的 但是飞机飞到一定的高度 在日光之上 在云层之上 你会看到 哇 都是阳光普照啊 没有这些阴霾啊 这些狂风 这是台风啊 这些这个大雨啊 这些问题啊 所以我们要有日光之上 所罗门没有经历到 但他知道日光之上 是稳行在高处 他用这个做了比喻 人的生命 要与神同在 在日光之上的生命 属灵的人 能分辨属灵的事 所以只有敬畏上帝的人 能分辨世上的乱象 当以假设有一个工人 在一堆乱的 很杂乱的绳子当中 他怎么去解呢 如果他蒙头 哇 这里打结了 要去解开 那个结是解开了 可是这个原来的结 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永远解不开的 我们除这个 要解决这个绳索里面的 一堆一堆结 千千结 我们没办法 在里面的一个部分来解开 我们必须从头 不然就是从尾 一个一个解开 一个一个解开 同样的生命的问题 不就生跟死吗 所以基督徒要从生跟死来看待 生怎么来的 按着神的形象样式创造的 死是人犯罪的结果 今天不处理死的问题 人不能够回到生的一个意义 死是什么 唯有认罪悔改 因为神是爱 祂爱我们 给我们应许 给我们挂了保证 祂替我们死 所以死是与神隔绝 而透过耶稣的死 使这个隔绝挪开了 按着神的公义 人该死 可是按着神的慈爱 祂要救我们 所以上帝道成肉身 祂的牺牲 来执行了公义的刑罚 也因为祂的爱 使我们得救 这莫大的奥秘 就透过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十下受难到复活 的一个连撒旦 都湿透不了的事件 成就了我们的得救 何等耗 这个长阔高深的爱 所以属灵的人 分辨属灵的事 我们有一个制高点 来看待这个世界的现象 我们好像一个 有智慧的一个工人 知道一堆打劫的绳索里面 我们如何一个一个解开 所以因为属灵 属灵是不是人家 看你那个外貌上的敬虔 而是内心上顺服神的旨意 旨意了解神的真理的人 他能够分辨属灵的事 好 面对这世界上的乱象 是很复杂的 但是对神来讲 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罪的问题 只有悔改认罪 一切就回归到神 创造的一个次序当中 我们面对上帝 好 我们在敬畏里面 只有从神来的真智慧 按照上帝的时候跟定理 我们来面对世界混乱现象 我们就能迎认而解 所以上帝要我们基督徒 举起圣洁的手 为这世代祷告 为这执政掌权的来祷告 我们面对社会 也许在一个乱象的当中 在一个历史观的定位 错乱的里面 或者社会的不公不义 特权的当中 或面对苦难天灾人祸 及死亡的必难 无难的里面 基督徒查验万事 因为我们可以分辨属灵的事 所以如果连生跟死的问题 我们都解释清楚了 了解他的来龙去脉 这中间的一些人事现象 已经不重要了 基督徒有一个至高点 在日光之上 看到了神的一个应许 看到了神在掌权 所罗门看到了 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各样事物成就 都有时候和定理 所以所罗门 在日理万经的里面 发现的背后 是有神的手托住的 所以当人愿意 顺服敬畏的时候 他不单按神的智慧 在生活中游刃有余 而且脸上因亲近上帝 会发出那生命的光芒 有那个荣光 而不再只是过去 依靠自己发出的暴怒之气 有时候人会愤怒 有时候人会抱怨 基本上就是说 这件事 他的能力已经负荷了 他没办法 能够有效的来掌握 他所处的那个环境 跟世界 而基督徒 当然我们知道 人的力量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但是基督徒开始祷告 祷告的时候 上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原来我们知取的是神的恩典 我们交托给他 存敬畏的心 让神来掌管这一切 不要忘了 宇宙万有是神创造的 是上帝设立了整个的大地 让他来 在我们的祷告 我们只要顺服交托 看神来做事 不然我们会在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混乱不平的里面 导致自己与神隔绝 甚至会怀恨在心 或过度的行义 过度的行义 行义过分 就会变成某一种的仇恨 的一种情况 变成对人事物的定罪 主要主告诉我们要去爱人 全世界不就人跟物的组成吗 人是给我们爱的 物是给我们用的 可是人在罪中 常常是物是给我们爱的 人是给我们用的 整个颠倒过来 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 那个次序叫爱人用物 而不是人在罪的当中 爱物用人 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所罗门看到上帝的旨意里面 各样事物当中都有定理的 所以感谢主 让我们不是依靠自己 而发出的暴怒之气 那个不是我们 这是人在越过了 已经超越了人的承担 而产生的一种行为结果 我们只有依靠神 顺服神 我们才会达到 在神的当中的 那个经历祂的恩典 跟上帝之手的一个管理 的一个当中 而也得着智慧 所罗门看出 日光之下的无常现象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 不常讲无常 讲无常好像是佛教 好像佛教的一个 他们的理论 但是我们也要说 日光之下人在罪中 真的无常 善不是善 恶不是恶 好人没好下场 坏人却很想 这个亨通 怎么会这样呢 约伯记不也是发出 有这样子的呼声吗 他几个朋友跟约伯讲 你一定是有罪 你没认罪 所以刑罚临到你 但是当时的约伯 不是喊冤枉 冤枉 我不是因为这样子而遭报的 仿佛世界就混乱了 没有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善恶的一个标准 在所罗门的观察里面 日光之下 也真的没有这种法理可言 按人之常情 今夜法则与人心的期待 无疑是生命中的一大错愕 因为经历不到 应该不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结果呢 这么爱主的弟兄 为什么会出现意外 车祸身亡呢 我们想不通 而且是在探访的过程 做主公 有时候我们就没有回到圣经中的真理 尤其我们来看 这个死亡好像总是不好的 但是在神 就像圣经里面尸体反 尸体反被石头打死 他讲到都还没讲完 只讲到一半 被石头打死 在人来看 这是何等 这个委屈的事 生命就结束了 可是当尸体反 我想他最后他说出来了 他看到神站起来迎接他 因为他看到了 讲了出来 我们才知道嘛 所以呢 当他看到 哇天父起来迎接他的时候 是何等的荣耀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看见 是超越感官 超越经验的 所以我们不要被外在的现象 而被一个封闭式的 一个不了解 我们越读圣经 越知道真理 而真理会使我们得以自由 不然我们活在这个世代 会理性错乱的 会不晓得上帝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容易推 结论是什么 世界根本没有真理 没有上帝 我们信的只是心里的假设 心里的催眠 心里的暗示 如果我们从现象来反推 有没有上帝 很容易得到这个结论 但是我们基督徒 有属灵的看见 看到这背后 神掌权 原来 神掌权的当中 有一个刑罚 叫任凭 任凭世人的无知 任凭人在罪中的堕落 但是基督徒是神的恩典 同样的我们看到 属灵的法则里面 恶人好像做了这么多坏事 到处亨通 可是基督徒为什么犯了一点点罪 上帝管教 感谢主啊 因为上帝是真的 所以你一点点犯罪 上帝管教 因为他是爱 而对真正的那些恶人 坏人 好像任凭了他 因为他已经被定罪了 我们要跟他们比嘛 好 所以我们不要被现象 而推论出的 好像世界没有真理 而被欺骗过去 恶者会用这个 来攻击我们的理性 所罗门在这里 我们看到 他带出一条生命的出路 那是从神来的光照 的一个真智慧 就是要人 不要被这世界的假象 来欺骗 越是黑夜 越是黑暗 越是主再来的时候 越是黑暗 当我们仰脸 仰望神祷告的时候 神的光也要照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不是低头 无奈的看现象 我们乃是仰望神的真光照耀 神要我们仰脸看他 不是看我们的周遭四围 上帝要他的儿女 不管发生 在这个世界上再多离谱的事 怪谬的事 或多少人不能接受的 一个情况 他要我们神的儿女 要一人坚持 敬畏上帝 只有敬畏上帝 我们才能够 切实的彼此相爱 不被世上的现象 所蒙蔽 所欺骗 在新约里面不也这么说吗 万物的结局尽了 但神要我们的事 彼此切实相爱 所以面对乱世 面对末世 基督徒更要彰显上帝的见证 叫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世人所没有的 唯有彼此相爱 这是福音的动力 唯有彼此相爱 我们才在神的保守当中 而不是跟世人一样 去行恶 去恨恶 行诡诈 行那些取巧的计谋 唯有彼此相爱 就是隐为亏欠 彼此相爱 就是用神的爱去爱对方 去饶恕的意思 因为这个世代 就是到处的定罪 今天事情这么乱 这么坏 就是你做的 就是你们这些人做的 永远不会说是自己有份 所以彼此相爱是什么呢 劳恕 接纳 成全 欣赏 肯定 为了神的国 我们愿意改变 越来越像他 所罗门在这里提到 不要被这些现象所欺骗 最后神掌权 最后的审判 在神的手中 我们不要小看这圣经 看启示录好像看不懂 透过启示录 他已经宣告 他是人类历史的主权者 因着上帝的预定 人类的结局 已经在那里了 人若不悔改 人是向着地狱狂奔 亲爱的观众朋友 弟兄姐妹 那我们从神的话 得装备 得造就 原来日光之上 才是义人得永生 福乐的所在 上帝才是我们 最终的公义审判者 有时候在生活里面 我们不小心 也会扮演了审判者的角色 我们觉得这个人这么坏 我们不想传福音给他 那等于宣告他死罪 他不能信耶稣 因为你认为他很坏 所以你不要传福音给他 不是的 若他出现在你的身旁 在你的周遭 他就是神所良给你的 要传福音给他 你每天所接触到的人 便利店的店员 早餐店的老板 邻居 楼上楼下 或许你的同事 同学 隔壁的那些张妈妈 李大爷 你天天碰面 结果你做一个基督徒 从来不跟他们传福音 这不就见证我们何等自私了吗 而这些人就是神良在我们的周遭 要透过我们好行为 让他们有机会来信耶稣 上帝要见你赐恩福的 所以亲爱的好朋友 我们不轻看自己的身份 我们也有属灵的看见 因着敬畏上帝而得的智慧 也因着这智慧查验属灵 后面的一些事物 能够辨明 而不被这些现象所欺骗 反而更能够持守真道 能彰显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感谢主 让我们一同来经历祂的话语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至圣的父神谢谢你 透过今天这段话 再次的提醒我们 让我们不被现象所欺谋 我们持守真道 因为你是历史的主 你是公义的主 你掌权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